晚上好 立心给我画画 啊你们有没有人跟我一样追那个庆余年 你们有没有人跟我一样追那个庆余年啊 啊我发现哦 就是是不是你们那一个 拿手机进来看的时候 他就有那种什么表情包 什么UPUP充压的那种 什么有点东西 什么很有精神打call的这种是有吗 因为我很少用手机去 再去看别人的直播 我都没有注意他这些更新的情况 没追听说不好看 好看的好看的 好看的 他嗯 因为那个范贤装饰 他在援助的时候是没有的 懂吗他在援助的时候是没有的 所以他前面的两集他是要 圆这个回来的 其实逻辑在的 你对你对庆余年有点信心 你你往后面看一点的时候 他就是跟得上的 就非常好看的 但是我我但是我不喜欢 那个叶玲儿换人了 因为我我我我记得我看书的时候 我记得叶玲儿 其实后面在 呃那个戏份是挺挺多的 挺挺多的 然后呃你如果说是真拍的话 戏份还是可以的 然后又比较讨好 啊我是我是觉得 你换别的角色 你换别的角色什么 多好就精神那张脸啊 然后像别的角色这些 可能呃也会贴贴脸嘛 就比如说像像那个清楼的 那种什么桑文啊 这种圆梦啊 这种就比较精 就是精明磨算的这种 还还好了 我比我不是说他 我不是说他本人不好啊 或者是攻击他本人是怎么样 我只是纯粹觉得他不合适 这个叶玲儿 因为叶玲儿这个角色 我是觉得第一季的那个女孩子 就演出了原著的一个精髓 因为叶玲儿这个角色 是没有太多的一个心机的人 人比较自来自往 然后呃又有一点英姿煞爽 又有点洒脱 然后又有点呆萌呆萌那种 你那这种形容词 你在金城身上哪里形容的来嘛 然后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让我非常非常心塞的一个事情 就是其实就是在庆余年里面的 就是二皇子跟叶玲儿这一对 这一对的那个CP 其实是是蛮戳蛮戳点的知道 那个大皇子跟北齐公主 这一对也很戳 呃因为你看啊就是你很难 你知道就我看到他很容易出戏 你们知道吗 因为后后面呢 他后面的话那个 那个二皇子就是那个李承哲 他他会跟那个叶玲儿联姻嘛 他们两个会成亲 会成亲 然后呃就是你们别看这个羊驼啊 就是那个二皇子啊 那二皇子他这个这个人就是 机关算尽的这种 但是他是真的很喜欢叶玲儿 因为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呃 二皇子他内心里面的为数不多的一个良心啊 为人的这方面的话都已经给了这个叶玲儿跟那个苏贵妃 懂吗 然后你你想想看是什么样的人能让李承哲 就是二皇子这种人啊 这这一类就是机关算尽 然后心思生成 又又就是基本上是在属于那种刀锋舔血的这种人 是是把他是是为就是自己人生之中为为数不多的一抹光的呢 那就是这个人他很单纯跟他是完全相反的性格 跟他完全是一个相反的性格 然后心眼的话 心眼子的话就就很少 就就是那种就是他关心你就是真心实意的在关心你 然后就很诗诚 然后又很真诚 然后眼睛啊 各方面的就是跟跟那个二皇子是完全相反的一个性格 然后长相各类之类的是完全相反 眼睛又很亮的那一种你你只有在第一季的那个叶灵儿的这种身上 你会发现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二皇子会爱上他 会喜欢他 会会把他当作自己就是这一段 就是在就是身为皇室中人的一个悲哀悲哀的一个灰暗的人生中为数不多的一个亮光点 亮亮光点的一个 一个点嘛 但是我是觉得如果说是你你你看那个二皇子这个长相 然后他的各方面 然后你觉得这种词 然后他会喜欢上金城的这种长相来就是去替换了这个叶灵儿 你完全看你完全不能理解 你你如果说这个叶灵儿是金城来演的话 你就是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二皇子会喜欢叶灵儿 明白吧 他是你你他不他他不整容就行了 你你没有看到他这张脸其实演现代剧还好了 但演古装古装剧的时候的话 那就那个违和感迎面而来 很尴尬 你看他跟同框的 跟李庆跟李庆同框啊 跟范显他们这些同框的时候 他他违和感很重 然后你你实在是没有办法在他身上找到那种二皇子为什么会爱上他的那种感觉 而且他甚至没有这个演技能让你忽略他的长相 懂吗 你们要懂吗 现在那二皇子为什么会爱上叶灵儿呢 真的就纯纯粹是因为你叶灵儿跟他是一个完全相反 不一样的人 然后就是他叶灵儿跟他结婚成亲了以后 就叶灵儿对他真的是真是很真真诚的 没有任何算计的那一种 虽然说是叶家就后面也在算计他嘛 但是跟叶灵儿没有多大的一个关系 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会那个 呃李成哲为什么会喜欢上叶灵儿 你你起码你在第一季的叶灵儿身上 你是能看到他有各方面的一个品质是能指的这个二皇子来喜欢的 但是你你想想看那个对着金城的那张脸 你你你你你怎么能找得出那种 就是说他明眸散脸明眸散脸 明眸散脸 然后那个眼神清澈 然后人又很真诚的那种感觉呢 因为我的感觉感觉那个那个金城的这个叶灵儿 就是一脸的精明相 我都很担就是你你很难想象他在这部剧里面演的是一个 就是很洒脱很很很真诚很很直白的一个女孩子 因为他的长相太精太科技感了 然后太精明了 他你你说要他是去演那个清楼的那个圆梦 这种啊 那个圆梦的那那个角色就是那个老宝吗 这种话他都不一点都不违和 他演夜里就超级的无敌的出戏 你们看昨天晚上我昨天晚上不是有看十二集吗 那个范贤跟那个北齐公主跟那个大皇子不是去 还有那个二皇子去去那个 谁来着啊 婉儿的那个那个别院那里吃饭 然后六个人坐在那里 就就他一个人超级无敌的违和 懂吗 就是三队里面是三队被刺魂的嘛 是吧 就就只有他是真的是超级无敌的违和 我不是说我对他本人没什么意见了啦 但是我有时候就想说不要抢这种 或者是来演这种真的跟你一点 就是一点点搭嘎都搭不上的一个角色 你的演技也并没有好到让我忽略这些东西啊 是不是他也没演技 就是在无心法师那时候的那种 还有孔雀灵的那种灵气 都被整整整整的整的都没了 哎 对啊我在他脸上没有看到一点点 说是指的二皇子真心实意啦 你看像二皇子一个心思这么深沉的人 然后机关算尽的人 你对着金城的那张脸你跟我说 他会爱上他 那爱上他什么呢 是不是 就是因为他身上没有 所以他娶了这个人身上有的这些东西 他就很想保护好 他会爱上 他就会爱上这种人 然后想保护好这种他没有的一个 他曾经有 然后失去的一些东西 他他他他会爱上 那你是真的没有办法 在基层上有这种东西啊 所以我每次我现在看庆余年 哦 就经常会有一种入戏出戏入戏出戏 然后我就很希望他他不要出现真的 就我们看12集不是有他吗 我看12集第12集就是入戏出戏 入戏出戏入戏出戏 哎 我就很想说要不我就蒙着他的脸算蒙着他的脸看算了 真的很出戏啊 这超违和对的 你看他去演那种那个桑文的这个角色 还有或者是圆梦的那个角色 你都不会觉得有什么违和感 甚至他演失离离你都不会觉得过分 但是他演叶玲儿跟他的气质完全的不搭嘎 不看他就行了 没有我昨天我真的是忍着就是抠住抠了他的头来看的 真的忍不住很想挡住他那张脸 因为我在看的时候我在沉浸剧情 我我一看到他那张脸立马就出戏了 哎 但是但是他在的场合都是我想看的场合 他你知道就很尴尬 为什么因为他出现的时候晚而在啊 我很喜欢我想看晚而啊 我想看那个范贤跟晚而啊 然后我也很想看那个北极公主跟那个大皇子啊 但是他们就是打一块 我也不想看他的真的啊 但是你看啊 他在那里摆焰的时候就六个人是吧 摆焰的六个人 我现在我看的时候我真的就是挡住他的脸来看的 哎 这到这时候我就说精神啊 我对他没这个人没有什么意见 我只是说这个角色真的很不适合他 我看看他真的很影响我看清雨年 导演不是选择失败 而选择妥协 你想的不用想 这种角色肯定是被抢的 是不是 你按照第一季跟第二季叶灵儿的戏份 其实也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其实要的就是一个合适 合适的一个角色 第一季的那个演员就很好啊 我不相信他是没有就是那种小胡咖 他不可能能能去再去演清雨年第二季 第二季 我跟你讲我零片酬我都会去演 是不是这么大的一个IP 这戏份也不是说是那种特别多的啊 我推掉别的我都会来演啊 是不是 那那那我为什么说不不要 而且你要说是成本这块的话 那你是觉得第一季的那个夜灵儿贵还是精神贵啊 肯定是精神贵啊 大家咖啡都不一样是不是 你跟我讲成本 嗯 你想都不用想了肯定有人截胡 然后一些有的没的就去角色 诶这个塞一下那个塞一下就很烦 他有一些角色他是加入进去的以后的话 扩大化扩大化的时候他是有一种争议效果的 比如王夫人这种 还有那个北齐公主就那个毛小彤那种 因为小说里面的话本身大黄子跟他的戏份也不多 但是这一对真的是那个happy ending的是吧 哦 你稍稍扩大一点点给他们两个加点性也是没什么的 也是没什么的 但是也有一些就是有的没的时候就不要乱再再乱加急了 哎 是啊 所以你看庆余年的第二部为了圆第一部留下来的坑用了六集来填 你你但凡你看前面前面的时候你用用你看前面的前五集 你用第一季的第一集的质量来衡量的时候 第二集的开开头肯定是不好的 但是他从第六集慢慢慢慢的又回归到了原著里面的一个场景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故事梗概还有故事剧情什么的都很流畅就很好看 对啊 现在啊 哎我跟你讲庆余年的第二部跟第三部都是会在有一种很悲凉的一个气氛中度过 因为看小说的时候也是就是那种你你觉得你比较看好觉得很有意思的人都死了 太子啊 二皇子啊 我觉得可能不是好就是不是好人 但是这两个孩子都是被逼疯的 等等 我我我看整部戏下来的时候我我比较心疼的就是二皇子跟太子 其实如果说是好好培养的时候完全是完全是可以把那个二皇子跟太子培养成就是明君贤臣是不是 君臣佳化兄弟齐心的这种可以完全可以培养成这种的 但是你们懂吗 亲弟这个人真的就他就是喜欢用养骨的方式来培养培养继承人 所以把小把把自己的孩子都逼疯了 不好看节奏不好没有你你没有看到后面你没有看到后面 他前面前六集要用来填坑 他前六集要用来填坑 因为原作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犯犯嫌疾这一个这一个细节 所以他要圆这个回来的是要花篇幅来圆回来的不然很仓促是是不好的 你发现第六集的以后他是回归了原作的一个剧情的时候就很流畅 不是说他儿子不是说他的儿子熬不过他 就是我是觉得就是他的这种就是培养人培养孩子的方式是也是真的很恐怖 你看他不想犯嫌是不是你看像亲弟你看像亲弟他不想犯嫌就是他的皇子身份做名牌 但是又想犯嫌因为他很很担心犯嫌就是继承继承那个叶青梅的一些就是想法也好或是干什么 你们也看到了犯嫌其实真的在他身上也有很另类很跳脱 他的思考方式真的是跟叶青梅是一路的 所以那个亲弟对他真的是又喜欢又忌惮 懂吗就又喜欢又忌惮 但是他也从来也没有想过让犯嫌来做皇帝啊 他一直就是想用太子来做皇帝 然后二皇子来做一个魔刀使 然后是想用犯嫌来接那个监察院 他其实都考虑好了 但是他就是他这种方式真的很变态 懂吗 他他这种方式真的就很变态啊 你看他为他就不想犯嫌跟他的皇子他们这些人走得近啊 那些你看到没有看我看到第一十十四集 我都我都觉得 各种附加添添加的这种所谓的父爱 其实对他来说又是开挂 别人就觉得很开挂 觉得犯嫌的人生很开挂 但是我觉得他他的人生真的挺挺悲惨的 没有我讲的是小说好不好 我讲的是小说 我讲的是小说啊 你们看剧他剧情的话 他他不一定他不一定会跟着小说全部都依照来 但是他会他会尊重援助的一个叙事逻辑 还有整个故事的核心 我说的是那个小说 我我是真的觉得说说犯嫌他是男主吧 或是干什么的 但是你会发现他这个男主做的很很不容易 就各方面的全部都是精神压力 还在斩据别剧透 其实你是现在是可以看的啊 又又无所谓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追庆余年也没有像之前的时候追三合令的那个上头 竟然没有像之前追那个三合令的时候这么来劲 因为我们以前的时候我们三合令他一天到我记得好像是是八点还是六点还是是六点还是七点的时候更新了 又酷啊又酷是六点还是七点还是六点半来着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呃 没退休 然后呃 我快到那个时间的时候你什么事都不想做了 我到那个时间点我什么事都不想做 我就我就想回来回回家 然后等等那个等三合令更新等三合令更新 然后就是一天就感觉如果说这个点我不搞完我回去 我不是第一时间看那个超前点不超前点印的话 我就会觉得这个就是一整天都不太对劲 然后白天的时候老是想着这个事情 然后甚至会觉得这一天怎么会过的这么慢 是的我那时候就会我看三合令的时候 那时候真的会觉得就一味绝剧嘛 我会觉得怎么今天过的这么慢呢 我好想就马上又天黑我想看我想看更新 然后马上又天黑我想看更新 啊我那个时候是这样子 但是我看庆余年就没有那种说是我要我要啊好着急啊 你赶紧更新我想看那种那种 我就是我是有就看没有就等的那种 并没有说是超级心急 但是我不否认庆余年是拍的很好啊 我不觉得我不觉得那个庆余年拍的不好 他拍的很好的 但是没有像领量让我上头 让我一天到晚的在惦记 他都更新完那个领都更新完了以后 我我还是会忍不住就从头盘到右盘就就很上头啊 对啊追领的时候就是真的很上头 我追庆余年没有没有这个样子的 所以我现在我的VIP我看到哪里我就看到哪里 所以我就是他呃庆余年是他更新到哪里我就看到哪里 没有所谓的囤聚的想法 没有囤没有说哎我囤他完结了我再看 没有我是我就是我就是想看一下他拍的好跟不好 因为我我知道故事的他如果说他尊重援助来拍的话哦 尊重援助的来拍的话那基本上过程我是知道的 我就想看一下就是拍的好还是不好 可能狗男男的爱情会比较上头吧对 妇女就是这么肤浅 你要是说剧你要是说那个剧情的一个精致度 还有一个呃呃一个世界的一个排布还有宏观性啊 还有一个拍摄的一个资本啊呃其他之类的时候 他肯定是庆余年会比三合令要好很多的 但是但是三合令他就是就是纯粹让人很上头 对吧就是你要你要是把故事的一个精致度还有一个编排 还有整个一个脉络还有一个就是搞事业啊 各方面的一个故事的一个概况概况剧本的质量 那个那个庆余年肯定是会比三合令好很多的这个得承认这个 但是他庆余年他就是没有像三合令这么上头 就就没有就没有那么上头 然后大家讲的故事脉络也不一样 但是真的质量这块哇你得承认 那可以你先做个我还没有讲啊 你肯定是要九点多钟的时候你们人都来起的时候才讲 不然到时候一来的时候我还一个多问都问都问 我一般不会开播的时候就说的 因为那时候忍不起啊 别的时候你们老师过来的时候一天到晚都问我这很烦你们 没讲啊没讲啊 我肯定是要等人起的时候再讲啊 不过呢如果投资大后就轮不到也 不是啊我我你你看他就领跟庆余年 他完全不一样的那个就是故事脉络走向 我就说整个的编排跟精致度那肯定是庆余年好 但是你要说上头嘛那肯定是领让人上头 就是他就是抓的精致点大家不一样 所以我看庆余年的时候我并不会像看那个上和令的时候那么上头 我看上和令我一天到晚就觉得时间过得太慢了 我就想赶紧天黑了我要追剧 赶紧我想追剧的那种 你们你们你们也看到了啊就是整个那你说呃 庆余年说他的那个节奏慢 其实他也不慢啊你想想看他一季就是他呃 你看第一季的时候是四十来集然后第二季好像是要 我记得好像是三十六集的一个一个审核审的是三十六集 那三十六集我们领都有四十二集是不是 他他他纯粹只是说因为他是一个群像系是吧 他是一个群像系 我们这边领这边他的整个故事编排的时候 他的主线是一直都是占据占据呃那个片头的知道吧 就比如说上我就我们领啊就是就是温克星跟周子书 他这一这一条线他是贯穿全文的 所以的话你你单是看周子书跟跟那个温克星你都会很上头是不是 大家虽然说他也是群像系但是他的左偶重点是非常强调的是呃 两个双男主但是那个庆余年他并不是说所有的视角都是讲男主的 所以你并没有想象中就是说这个故事还有这个剧他拍的非常好 但是并不会像庆余年不是像领那样的上头 是吧 但他群像他是群像系然后他并不是全部都围绕着主角这边来的 然后我们领化是围绕着他们两双男主的一个剧情线在慢慢走慢慢推 所以话会很上头啊 你如果说是你让我呃就是呃怎么怎么讲呢 要追什么之类的我还是会选择领耶 因为狗男男的爱情是真的很香嘛 是不是 什么九州沐云记 哇九州沐云记的那剧本真的很烂啊好不好 就纯粹就是给我一个感觉就是有钱而已啊 九州沐云记 给我的感觉就是有钱啊 什么什么都没了 那剧情写的稀巴烂 你们有人喜欢看啊 我发现是不喜欢 等我一下啊 我去拿个西瓜 那九州沐云记的一个演员阵容啊 投资什么各方面的导演什么之类的 其实都挺挺好的 你的剧就是剧本就很拉快啊真的 剧本就很拉快 对啊 就那但是你看一整部戏下来的时候 你也不能光看场景了是吧 我光看你场景跟特效是吧 神经病吗 我是冲着剧情去的 你剧情好的时候的话 你的投资可能会稍微的那个简陋一点 也瑕不掩瑜是不是 那不然你那全都在投资精良的制作上面 有时候剧情稀巴烂 那看着你那张脸 我能看着整个剧情下来吗 我肯定是受不了啊 对啊 呃 说个瓜 说个瓜 那都在的时候就赶紧说吧 说完了以后有话我就 我就不说了 不然一会别人来的时候老是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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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就是 我本来我本来是不留意这个事情的 我本来是真的是不留意这个事情的 我是我是在私信的时候 我是在私信的时候 我是在私信的时候被一个小姐妹问我 呃 我在私信的时候被一个小姐妹有有问我 你们等一下我看一下我的那个视线 他有没有回我 我告诉他我直播的时候又说了 然后他有在问我说那个小赵 呃小赵的那个事情说他是不是被呃 听就是说说他最近好像是有什么问题什么之类的 呃我说我最近我说哎我最近没有 留意过他的消息啊 因为我我好像是上个月 聊其他人的时候有说过他很安分 就是搞事业嘛 哦说他事业心蛮重的搞事业 然后情感上面这边的话很安分嘛 啊我刚说完我说完了这个好像一个月都没有 我在啪啪啪的打我脸 就因为他问我的这个事情 他问了我本来是对这些事情是没有那么的感兴趣的 但是他问了以后 呃因为我直前那时候又觉得小赵他不是挺安分的嘛 然后我就觉得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吧 然后后面我就去问了一下苏生他们 我说最近小赵他那边是有什么吗 为什么会有人别人过来问我他有没有什么瓜 然后那个苏生你们也知道啊 那我刚回来也是跟苏生他们碰过面 又刚回来 苏生他肯定是也肯定是他知道的话都会跟我讲啊 是吧所以苏生是不知道的 是另外的另外的一个那摄影师说的 对摄影师说说 嗯说小赵的那个那个男人啊结婚了 小赵的那个男人结婚结婚了 嗯但是你等下我跟你们讲 你们要你们有过说是有看到什么缝缝什么诺的那种 说是在微博上面发那种说什么 审男朋友的这种啊 就不是不是他们这些人啊 因为这些就是乱七八糟乱来的 就是那种是乱来的那种啊 就是他这个人也是姓神 也也这个这个这个男的这个就是他的金主爸爸也是姓神 呃但是不是不是网上网传的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那种啊 呃不是那种 什么浅浅哎呀 你们就我说你们吃这种假瓜就算了 我现在在好好讲 不要再问这些我就跟说了 这些是假的 那确实他的那个那个就是他男人 现在已经不能说是他老公了啊 是他男人的呃另一半另一半确实是姓风 但是不是网上说的那些人 他这个人的话是家里面的话是大院的 然后呃红字红本嘛是红背景 呃他自己本人的话是挺争气的 然后又自己搞钱什么之类的 然后他自己如果说是你如果说是从政的 从政的家庭来讲的话 他不算是他们家呃那种说是初息的 因为他哥哥啊姐姐他们这些人都是从政嘛 从政他是做资本搞钱的这种 他在家里面顶多就是有钱 但是不算是那种初息的那种 然后冯女士的话 他是跟就是呃小赵的的那个男人是属于那种 是是家是家子弟的那种 这两个人是呃蛮早就认识了 就两家嘛他们是属于两家都认识的那种 两家都差不多的背景 然后这种就是你们我之前不是跟你们讲嘛 要是小赵的男人要是结婚的话绝对不会娶他 肯定是会结婚的话肯定会找那个呃 门当户对的 然后就是他们这两个认识了 从从读书开始就认识了 从读书开始就认识 然后就是两家也有这个意愿说是让他们两个结婚 但是他们两个就是认识的挺早的 彼此都挺知道彼此的 所以就没有就是家 两家都有这个意愿 两家都有这个意愿 但是呃女方跟女方没有这个意思 男方的话就觉得还没玩够的那种 也不算是说没玩够 因为两个人都在搞事儿搞搞事业嘛搞搞事业 就男的在搞事业女的在搞钱 就冯那个那个冯姑娘她在搞钱 然后就是呃呃 你就算是他们两个没有这个意思 但是两家就是呃 如果说是要肯定是需要有什么事情 要捆绑一起的话利益捆绑一起类型 你知道他们两个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一定会结婚的 知道吧 所以就是这事儿这事儿拖着拖着吧 都已经拖到他们三十多岁了知道吧 这事儿拖着拖着就是认识很多年了就是 都彼此都知道如果说是对方结婚 老公一定是这个人 然后我结婚老婆一定是你的这种吧 所以就是女方根本就不太care 这个这个男的就是在外面有小赵 明白我说什么吧 啊你们就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我还以为你们别听得糊里糊涂的 别到时候又让我重复 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说的 让他这个事情会比较清楚了 这样子还是听得明白的哈 明白的 然后就是彼此都是那种知道知道就是我结婚的话 老公一定是你我成就是我们两个就是反正老婆也一定是你 所以女方真的不太care就是那个男方在外面有外 有一个外事就是有那个小赵 但是有一个事情是出格的知道吧 就是我们两个可以不结婚知道我们两个可以不结婚那不不结婚的时候哇那可能是合作伙伴那类型的但是既然双方的家庭一直都有在这个意愿还有有些事情是要共同利益捆绑的时候的话那你基本上也是也是知道那个 也是知道你接你早晚是得结婚的 你早晚结婚这个人结婚的对象一定是我 那你怎么可以在外面有小孩了是吧有小孩 然后就是有小孩这事吧 就是呃 呃女方这边话也觉得呃 无所谓 对吧也觉得无所谓 因为那个就是怎么说呢 就权这种东西啊你分家产这种东西你能分什么呀是吧哦 就是搞权啊搞权的这些假面话你你小孩子就是你顶多就是你顶你你你那些小孩子这些东西你又能分什么之类的 所以就没有说那个就是就是女方家这边有点意见有点意见就是说你就明知道如果说你真结婚的时候对方就是结婚的这个人一定是我的女儿 你怎么可以在外面就是乱搞嘛然后所以才会有所以才会有小赵跟那个冯儿爷结婚这事冯儿爷结婚这事 所以就是就懂吧就是彼此之间有这个默契所以为什么就是就是那个小孩一开始的时候他的那个父亲就一定不能是男方不能不能不能是他这个生父就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如果如果一旦知道就是这个生父啊就是他的话会出很多事也会就是哪怕是他要结婚的那个女方不太介意 但是两家的脸面都不太好看都不太好看知道吧都不太好看所以才会有呃有有那段就是没有婚没有婚礼的呃那个那个婚姻 然后就是这种事吧他是是是那个呃死包不住火的知道吧然后面他不是他们不是离的嘛离后话离了以后呃就是他本身他也跟那个老冯那边是属于各取所需 但是这事他蛮不住嘛就是明面上面说我们离婚以后小孩归你 那实际上不是实际上不是实际上面就是在大家呃一时之中呃感官中的那个就是大家看到的说就一直认为的是只有一个小孩嘛那个小孩是给了老冯给了冯二爷但是实际上面冯二爷的那个小孩根本就不是小赵的那一个小赵的那个已经被南方家这边拿走了就是带走了 就已经带走了那个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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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两个没有什么关系啊这两个没什么关系然后然后那个就被拿走了然后就是他后面他不是跟那个他跟那个冯离婚嘛哦离婚以后又就是不是现在不是在做那个在做那个外事嘛哦就呃因为他们两个没有结婚小孩是在南方家家那边然后他他又回归 回到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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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骂我就是他他那个我们是不是说的比较什么的然后被被骂了 然后那个小孩然后那个小孩他不是给的是南方那边养嘛然后后面他离婚了以后还继续做那个外事嘛哦离婚以后继续做那个外事呃就是南方家那边或是允许他去看小孩的是允许允许他去看小孩的所以就是就是呃会让他有一种误解是会让我不知道 不知道是不是要他自己觉得他自己觉得是他是早晚会跟那个男的结婚呃还是觉得他有小孩在就是万事万事OK的那一种我之前不是还还独奈他说说他哎还挺有事业心什么之类的然后有成下心了现在在慢慢呃 我总演技什么之类的然后感情这块的话就是哎呀也也也拎得清嘛哦我之前说不是夸这个嘛然后我发现我是我是真的就是怎么办咯就怎么这些人在我嘴里面我真轻实意的夸我真轻实意的夸怎么就扛不住呢哦就是他就是小赵会一直以为这个男的小不是恋爱的你们神经病吗不是恋爱的哦就是我不只我不确定他说 他算不算是属于恋爱的那种因为好像在小赵的信念就说他不会跟我结婚但是他也不会结婚就看他可能自己是这么认为的不然话不然话哪会说是做做这种事是吧不是不是他是他给我的感觉就是那种他不会跟我结婚他不会跟我结婚但是他也不会结婚但是在他不会结婚他也不会跟我结婚的情况下面 他跟我有关系他跟我有关系然后我们之间还有小孩是不是大家都默认其实是我我就是我就是默认的夫人是不是我就是默认的夫人呢但是你其实想想看他人家把你当外事又怎么可能会让你一个外事来接触家里面真正的一个人际圈呢所以 所以就是他也压根都不知道他也压根都不知道就是这个男就孩子他爸是有一个是有一个如果说是结婚就一定是那个人的一个就是门当户对的一个青梅竹马 是懂吧你们懂吗是因为你想想看你他人家为什么不娶你不娶你很大一个原因就是跨阶级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考虑了更多的一个婚姻筹马的一些问题之所以绝对是不会跟你结婚的不跟你结婚把你当外事的时候怎么可能会让你了解家里面的一些事知道不 就是懂不懂就懂我就是懂就你怎么可能会让让你知道家里面这边的事你知道就是他不知道这个事情是很大的一个部分原因是女方那边是真不care你你但法如果说是女方那边有在乎那么一点点的话他立马就知道这个男的有未闻期有门当户对有有有有这么一个就是 完全可以决定自己生死的一个 一个原配在 原配在 什么叫野长 他一直都是外事啊 我一直都说他是外事啊 你们到底多久没来听了 或者是又忘了 是不是你们给我证明一下 我一直都说他是外事啊 怎么可能会是 哎呀不用放 然后 然后那个 不是他傻啊 不是他傻的 是是那个 所以他就他人家也不会让你以为 你最最最关键的一件事情 就是真的那个原配 是真的不care这件事情 也从来没找过他麻烦 所以他真的以为他是真爱 知道不 他就真的以为他是真爱的 然后 然后那个 我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啊 就是 两家决定要结婚什么之类的 已经要要结婚了 然后什么 你们要知道 就是其实女方这边的事业做得蛮大的 然后各方面能力很强 其实他并不是想他并不想结婚的 但如果说是 然后那个男方那里的话又有外事 然后他又不能因为他是属于体制体制内的 他又不能让一些私生活的一些事情就就是太不好听什么之类的嘛 所以其实也是属于那种秉持单身的那种情况 秉持单身的那个那个情况的 然后那个 啊好烦哦 跟网上那些有什么关系 我都跟你们说了 网上那些都假的了 现在不是跟你们讲吗 好烦哦 然后 然后那个 然后 他不知道 然后就是可能是因为发生什么 能让他两个人都得妥协 就是两个都得妥协要结婚 然后这 我不知道是发生什么 反正就是突然间就是要妥协要结婚 然后这个男的 这个男的就会就男方跟女方就去领证了 领证了以后 然后就是两家地位都不低 都有钱 然后婚姻婚礼 就是搞中式的还蛮大的 就是在前段时间 就在前段时间 搞得蛮大的 然后就结婚了 然后就是小赵人傻了 就人傻了 啊 他居然结婚还要还搞得这么隆重 然后一看一看那个女生 一看就知道是谁 一看了以后 就是我靠 是吧 各方面都不比我差 我跟你讲 这个关键是这个 就是这个女方也很漂亮 这男是谁 我肯定不能告诉你啊 然后 然后那个 反正不是网上说的那些 然后那个 然后那个 他 就是他也有点 出不及防 然后 就是这个 就感觉 可能是这件事情 觉得 觉得有点 那个 这口气 咽不下去 知道吧 就这口气咽不下去 然后 呃 就是上门去挑衅了 知道什么叫上门挑衅了 他带小孩去上门挑衅了 就是 男方家是允许你过来看小孩 然后 允许你带小孩出去玩 什么之类的 但是没有允许说 要你带小 带着小孩去圆配 圆配面前 就是 做 做什么的 然后 然后那个 那个圆配说嘛 圆配说他 真的 这个是在圈内放话的 圆配说的 说 呃 他就是一个 赔税的 就到底是什么 什么 呃 的错觉 让他 让他觉得 他可以 来他面前 出现在他面前 然后 这个小孩 其实可以当做 没有 就是 就是 你既然这么觉得 这个小孩 这个 你既然觉得 这个小孩 是你的 一个 一个 就是 怎么说呢 一个是说那种 嗯 法码 你是觉得这个事情 是你的 法码 的话 那你可以 那你就可以 不是小孩子的 妈妈 我是小孩子的 妈妈 然后现在 那个 那个 对 是宠 妈 然后现在 这个小孩 被圆配打 被圆配拿走了 然后 然后那个 小孩 现在的小孩 在圆配手上 对 然后 呃 对 现在小孩 在圆配手上 然后 小孩 小孩的 爷爷奶奶家 爸爸妈妈家 呃 然后 现在 都是 都是叫 圆配 叫妈妈 叫圆配妈妈 然后 呃 人家说了 人家圆配 说了 呃 不安分的话 就是 不安分的话 就很多事情 就是你可以 好很多东西 是你怎么得来 你就怎么失去 你就怎么得来 然后 你就怎么失去 呃 但是这个事情 现在没有 没有结果 不是 现在小孩子 其实 还小 知道不 其实小孩子 还小 懂吗 小孩还小 然后 他又不是那种 长时间 陪在小孩身边的 那种 是吧 你最关键是 给小孩 教育和灌输 这类的 是爷爷奶奶家 这一边 又不是 小赵这里 你小赵是可以 过去 回去看小孩 或者是带着出来 玩的 但是 如果说回去的时候 家里面 爷爷奶奶说 只是跟你说 他只是 你爸爸的女朋友 是 是吧 是 是那个 是一个阿姨 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你除非等小孩子 长大以后 你拎着小孩 去做DNA 但是 你 你生恩 有时候跟养恩 这东西 是吧 你得看小孩了 你得看谁养他 然后 什么其他情况 这种类型的 但是这种事情 也得 也得小孩 长大以后吧 但是 就是现在 这个 这个事情 进展到什么 其实这个瓜 我也没吃完的 对 是之前 很小的时候 就是在爷爷奶奶家 很小的时候 就 就被 小孩子 就被拿走了 然后 就是爷爷奶奶的 就是家 家里面的 这边的意思 就是 孙子是不可能 就是流落 流落在外 孩子可能是 不可能流落在外 你人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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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妈妈的 没办法进门 但是小孩 一定是要上户口的 男孩子啊 男孩子啊 他清楚是谁 我知道我也不告诉你啊 那我告诉你了 你一百度 我人不出来了嘛 对啊 那万一到时候 又过来告我怎么办 那简直小说情节 那小说那种 往往就是 苟且程度 还没有现实生活中 那么苟且 我跟你们讲啊 现在如果说是 男方这边 不跟原配这边 就是做出什么表示的话 小赵可能说没就没的 就是会很 会很悄无声息 人就 悄无声息就没了 但是如果说是 反正就是 这个事情 男方讲 说 出来说话 他就脱成皮 不出来说话的话 就是 就会更严重 所以你们 如果说是 他后期 还还比较活跃 什么之类的话 就他猛的买 猛的买那个热搜 其实就是在害怕 懂吗 就是他猛的买热搜 其实就是在害怕 为什么 因为他现在马上 还要在刷存在感 他不刷存在感 很容易就莫名其妙 悄无声息的 然后你们也就是 现在其实就是看 那个男的是怎么表态 如果说这个男的表态 就是维护他的话 可能就会脱就是资源脱成皮 就没事了 就没事了 但如果说是男的 不打算插手的话 那原配 那按照原配的做事手段的话 就是 你可以有钱 但是你还是别活跃在视线中了 然后也别出现在小孩面前了 到底啥背景 他们 我好烦啊 他们在问 他们在问 就是小赵的男人 是什么背景 宝贝们 他们现在居然还有人在问了 他们现在居然还在问 还要 还要我再重新科普 真的是 我吃个瓜 还要跟你温习功课啊 真的是 哪里你们 我现在是真在吃瓜 烦死了你们 真的 吃个瓜 我还要帮你们 捋思路 真的是 800年前 就跟你们讲过这事了 我才不说呢 真的是 我一说得救多少人 我都不记得 我都不记得是哪一期 因为那时候讲八卦的时候也没少说 小赵太可怜 他有什么好可怜的 我问你 他有什么好可怜的 那种就是 当红证据 说丧心就丧心 这种资源 拓手而 拓手可得 他有什么可怜的 他想要什么资源 没有了 你看他的影视资源 还有其他资源的时候 你看同样是八卦 有谁赶得上他 杨幂那个拍马屁都追不上 这东西都互惠互利的 为什么会觉得有真情思感呢 所以我说他 他不像夫人那么幸运 夫人遇上的起码是个恋爱脑 夫人遇上的那个是恋爱脑 真的 夫人他这个背景什么之类 能帮他 他老公什么呀 什么都帮不了 那现在他跟那个 那个夫人跟他老公结婚了以后 在他老公的交界圈里面的 那个就是夫人圈里面 也是被排斥在外的呀 为什么 因为他是如夫人上位 就是被原配那帮 是被排斥在外的 也就夫人的老公 比较恋爱脑 跟他跟他那个 跟他跟跟他结婚啊 什么之类的了 小赵的这个 都做到这种份上了 脑子不可能拎不清的 也太损了 夫人起到一个造型的作用 你不会太 什么 是他对金主产生感情的吧 你那 我我我只能说 没感情哪来的小孩呢 我相信他们两个之间是有感情 只是没那么深而已 就是他们之间的一个感情 参合了太多利益的东西了 你你能说没感情吗 是不是有感情的呀 但是只是感情在这些 有一些事情面前的时候 不值一提 不是真的是727真的好 好损的 起到一个造型的作用 就带出去好看是吧 哈 不是这东西 哪来的城王败寇啊 这个东西是一开始就注定的 不同意啊 南方家哪有哪哪同意了 哎呀 好烦哦 他们你看那个盛世五语 他们说南方家当时就同意他生小孩 妈 那好像掐死你们了 真的是 跟你们聊聊个话 还要帮你们复习 那他为什么要跟老冯结婚呢 不就是因为瞒着这个事吗 真的就是 只抱不住我的才离婚啊 扶了你们 之前的时候不讲过吗 好讨厌啊 吃过过还要帮你们 哈 哦 压压的 你夫人的 你们这打夫人不就行了吗 哎 我弄了半天 我说谁呀 那肯定是他老公的呀 你不以为人家老公 就是 已经恋爱老到 愿意在头上戴绿帽吧 你们神经病啊 不然你直接打夫人不就行了吗 还压头压压 真的是恶不恶心 是啊 哎妈呀 我都是 我现在就很尴尬 你们这些人 有问夫人的事情 不是 那个 小企鹅 你告诉他们 我们之前有没有说过 就老是要跟他们 就是聊一些什么 成年大旧瓜 我虽然说在吃西瓜 不代表说 还要跟你们做 就温习 不然说 以后也被封了 被封了怎么办 不是 你的基因不好 要不好到这种程度吧 是不是 而且 哎 你们发现没有消息 你发现没有 他们每次都是 小赵跟夫人的 那个瓜 就是 就是 那瓜什么之类的 他们都是以前以后问的 你们发现没有 你发现没有 每次要么就是 每次要么就是 讲完夫人的 他们就问小赵的 然后每次讲到小赵的 他们就问夫人的 你们到底是有什么默契吗 还是干什么的 就一定要气死我吗 就关键是 你们每次都是以前以后问的 每一次讲其中一个的 一定会讲另一个的 关键不是讲过 不是第一次讲 讲好几次 然后现在又让我科普 我丢你们出去 这烦死了 对一套连招 就一套连招 你们还记得之前的时候 为什么会讲小赵吗 不就是你们要讲 你们密解吗 你们每次都这样子 你心里一会儿 讲完以后 他就问 就会问那个 那个 那个秘密的了 他们就会问那什么秘密的了 问完秘密的 就会问其他人了 真的是 每次都会那些人 然后就是一套连招 他现在什么影响号 写的是什么 我哪知道啊 我只是跟你们吃这个瓜而已 我又不care他 他后续的事情 我现在 我想 我只是想等一个结果 等什么结果 就是看他资源掉的情况 看他的信息情况 我就知道这个结果是怎样的 我发现我是最近 我只感兴趣的两个瓜 一个是死猪的 还有一个是现在这个的 死猪的那个虎头蛇尾的 我现在倒还是异难评 所以我现在这个 我就希望我 我吃个瓜能有个好结果 就是好好的 有始有终 哎 怎么回事 我最近 就是最近怎么 为什么会留 就是看到这种信息的时候 都是有开头没结尾的 真的很像 就追那种没完结的小说 这种贼烦 是啊 这贼烦 那很像追剧啊 所以我 我才 我才跟你们讲呢 有时候吃实实的瓜 不好的一个点 就是没结果 你们看 像你们之前 你们之前问的那些 因为他这些事已经是 过去的事情 他已经有结果 然后你们问 他就有开头跟结尾 跟过程 然后现在跟你们讲的 这些都是属于实实的 那实实的东西 就是他 有点不好 就是没结果 就烦死 哇 懂吗 懂吗 就实实的东西 他就是一个没结果 我现在真的 对死猪的这个事情 就是意义难平 他到底有没有卖房子 好烦哦 对啊 他到底有没有卖房子 现在连回去都不回去 我听说去横店了 人家直接去横店 那边就赖在那边住了 不回去了 好烦哦 他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哦 他们你们还说 让我真情实感的 夸一下他 我说 我说连做人 都成这个样子了 是不是 我吃过瓜 都让我 都让我就是 嘴在嘴里面 咽都咽不下去的 这种话 你让我怎么夸他 就是连 连让我吃瓜 都吃不高兴了 以后 你让我怎么夸他 不是前段时间 肯定不在啊 但是他没回去啊 后面他可能要去工作的 他又去横店了呀 你问我哦 后面也不 要是要是 不care这个事情的话 我谁会留意 他去干什么 懂啊 这要是不留意 不留意这个事情的话 他到底有没有回去 然后有没有卖房子 这件事情 不那么的care的话 谁会在乎他去死 是吧 哎呀 好烦哦 对啊 不是 他现在就是很无奈啊 就有一些东西 他是屎屎的 然后你们还说 让我真情实感的 夸一下 我说他连让我 吃个瓜都吃不高兴 你让我到底能夸的什么 不是他现在连让我 真情实感的东西 都没有了 毕竟我吃他的瓜 非常的真情实感 我现在用在追 追那个庆余年的 这种激情 来去追他的这件事情 但是你看他就给我 这么一个结果 现在连一个结果 也没有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 他有没有卖房子 他连回去都没回去 懂吗 他回去都没回去 他就是 他就是这么对我的 你说我还 还能 还能怎么夸他 连这个真情实感 都没有了 是不是 那起码之前 好歹也能让我 吃下 吃下 瓜 听听八卦 现在连 连这点兴趣爱好 都满足不了我 还让我怎么夸他 好烦哦 七云年二好看吗 好看 就是前期的时候 那一两集要坚挺一下 因为 那前面那一两集的时候 是要填那个 第一 第一季 假使的这个坑 你的从第六集开始 他就开始回归 那个剧情正常了 是挺好看的 不是 七云年 他这个剧 拍的再不好 他也是会是在同期 同期里面质量 算是最好的 因为真的同期的 剧的质量 跟七云年 没有能跟七云年 能打的 你甚至会觉得 他哪怕他是会比 第一季稍稍 稍稍 可能就没有第一季 那么那么连贯 什么之类的 他也会是同期剧里面 最好的 对对 你要跟第一季 连着看 然后他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其实我觉得还可以 还可以 就是 巨荒 可以很好看 可以可以看 而且关键是 还不错 拍的还不错 九龙城看了 我看九龙城 我就 我就是觉得挺好看 就 就只是觉得 怎么 觉得什么呢 就是 哎 就真的没有 年轻一辈的人接手 真的 我现在看 看到打戏的时候 还是那帮 老的在 在玩打戏 就人嫌弃他们 还是那帮 老的 老的在 在打戏的时候 就很心塞 我们现在真的 那个宫 不管是歌手 也好 轻衣 也好 演员 也好 就是荧幕的演员 都都真的有点 清皇不截 都有点断代了 好看是好看了 但是就觉得 哎 你觉得不好看 第一季 就看不下去 其实 还好吧 是如果这是 男瓶里面的话 庆余年 算是不错的 也是这种东西 各有所爱 像你看 像之前的时候 就有人觉得 那个蓝牙榜 不好看 是不是 也不是说 每个人都会喜欢 大众一起喜欢的东西 的 我看那个 庆余年 我就纯粹喜欢看 那帮演员标戏 哇 那老戏骨拍戏 真的是 真的是 那个 爽 看那帮 老戏骨在对戏 啊 真的很爽 明天去看 月初吧 哎 你爸的这个 我稍稍囤一下下 你爸这个 我稍稍囤一下 我再看 看过 反心灿烂 现在就光污染 啊 你们就像 就像以前的 啊 啊 我很 我很嫌弃什么 我很嫌弃 教主的杨过 就那个神雕侠侣嘛 神雕侠侣拍的时候 其实各方面的选角 还有拍摄环境 什么类型的手法 音乐都很好看 但是我唯一不满意的 就是教主的杨过 呃 但是我 我我我 我最近觉得 以前的自己 真的是不知好歹 哦 以前的 居然还敢嫌弃 教主的杨过 你现在连 教主的杨过 就这种 就是让我嫌弃的 东西都没有了 唉 我现在对你爸 那个狐妖啊 就是 有一种 很想他开播 又有一种 很担心他 很烂的那种 心情 怎么办 真的很像 就等 等孩子考试的 那个考试结果 懂吗 就 就很 很 很 就很担心 他那个考试结果 不是很好 所以我就说 等 囤一下下 囤一下下 以后 我再去看 不知道为什么 我看别人的剧 不会这个样子 看你爸的剧 就会有一种 就很变扭的感觉 不知道为什么 超级无敌的变扭 什么叫变扭呢 就是 就是我无比的期待 他在开播 以后 他开播以后 我又很担心 他剪辑的很烂 然后想去看嘛 又觉得那个 就是 还是等等看看 口碑好不好 然后 就是 就是又想偷偷摸摸的 去看看 就想偷偷摸摸的 去看看 看看他烂还是不烂 就是要是不烂的话 就可以 耶 哎呀 这部还不错 然后就可以跟你讲 哎呀 哎呀 就是 郭俊 又拍了一部 那个 哎 那个 那个 小红 小红 小狐妖 月红 小狐妖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又可以 那样子 然后他 如果说是拍的 不是很烂的 就直接把这部剧 捂死在自己嘴里面 懂吗 就把这句剧 直接 捂死在我嘴里面 我偷偷摸摸看就可以了 就是给你爸 提一点贡献 作为一个粉丝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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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 但是想要 想要我 安利别人 还是算了 跟那个 安乐传一模一样 就看的时候 我就 哎 就挂在那里了 就挂在那里 就是要支持一下嘛 我支持一下 然后别人问我 最近在看什么剧 没有 最近没有再追剧 没有 一点都没有 然后 你那个逆风的时候 也是一样 我在那个逆风的时候 我就一直忍着 忍着他到 快七八几了以后 我就 看 听说口碑还不错 我就去瞄一两眼 哎 觉得还可以 就可以安利别人了 就是 哎 最近那个 我要逆风去 还不错 我要过去演的 哎 这么 你看 你看看别人的剧 我都不会有这种感觉 你发现没有 这很奇怪 对啊 就很莫名其妙的那种 你很希望他播的 很希望的播 但是 又怕他很烂 毕竟现在的骨骼 真的 就没有正常的 是不是 不是 应该是说仙侠 应该是说 玄幻仙侠 这种吧 就没有拍的 比较好的那种 所以 所以就算了 就等开播的时候 再讲吧 他并没有像 我去看庆语呢 还看完了以后 还可以直点江山 你爸的那个剧 要是看了以后 我画直点江山 都有点 做不到 为什么 因为我很怕的烂 就很怕的烂 然后一烂 然后我画直点江山 都做不到 等你们看了再说 都在安利 东方月初 没事安利 反正我就是要看过再讲 因为我不想坏我口碑 我做不到客观啊 事实上也是啊 我就是做不到客观啊 什么 你安乐转就这样子 那你 我很难 很难保证狐妖 也不会被 被剪的 哪里都 都是问题啊 是不是 那狐妖也是 也是大制作啊 也有那么多咖 大咖 也有那么多咖 在里面啊 是不是 那你哪知道 谁加戏 谁不加戏呢 这种事情 又不好说 而且还是 我们许许的 许许的制片 就更 更没办法 做期待的 就你 你主要是 主要是许许期待的片 就一定很烂 许许 许许 没有抱任何希望的 反而就是 会 会有点 就是 有点 有点意外之喜 你看那个 我要逆风去就是啊 许许都不看好 对啊 许许都是这样子啊 许许 看好的 一般都不太好 他 不看好 不宣传的 他还会有什么 那个反差 有时候我就很想 有时候那些烂句 我很想把那个 成片塞到 那个制片人嘴里面 去就问 就想问他 到底是 到底什么样 什么样的错觉 让你觉得 我喜欢这种烂句 你看那个 那些烂句 呃 优酷跟 腾讯 包了一大半 真的好 我看那个 庆余年 打开他的 那个戒面 然后那个庆余年 就是好多的 拉下来以后 都是 都是 都是那些 就是那个点开 电视剧的 就 就下来全都 全都很辣眼睛 什么 天行剑 然后 我还以为是 我一看是说 是什么 呃 那个 呃 李立群 跟刘佩奇 我就 我就 哦 我说 可能是什么好 然后我一看 男主是谁 什么 秦俊杰 刘雨宁 我一看到 刘雨宁 我就告辞 告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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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旦有这种 有这种顶流 还有什么 秦俊杰 他们这些人 什么之类的 那那那 那说 那些就是老戏骨 基本上都是被营销上去的 其实 基本跟他们 其实跟他们 根本没啥关系 为什么 因为高光 什么之类的 七七八八的 肯定是给这些 给这些臭 臭人 然后 然后什么 请和这样的 我恋爱吧 我看一下 什么胡一天 良节 这都是什么 那个 优酷的 啊 你知道吗 就是我什么 美人谋啊 与凤行啊 就是什么 什么七八的 就是就这一排里面 有只有一部 是我觉得大家可以看的 就是 《凡城之下》 因为《凡城之下》的 那个 呃 你看演员 你就会发现 就是 你就会觉得 这部剧是 是 是 你愿意去 多看两眼的 什么呢 呃 就是一个 我看到是 演员是 主演是 林里 那个《凡城之下》 我看的是林里 以后 我就觉得这部剧 是可以值得 我看了一两眼 然后我进去看的时候 确实 不负所望 就是《凡城之下》 我是推荐大家可以看的 也没有好看到 也没有好看到 精彩到说 让你上头 但是还是可以 还是 还是很可以的 就是这个样 就是在这一群烂剧里面 就是 有那么一步 稍稍突出一点点 唉 我一看到那什么 九流 九流霸主 一瞄 白鹿赖 呃 救命啊 就 这些都是我 避雷的 就是 避雷的 那个 然后 然后那个江夜 我真的得好好讲一下 江夜这部 这部电视 江夜这部电视 它也是群像器 江夜也是群像器 但是江夜 呃 我只喜欢第一部 唉 虽然说 它第一部的 那个 宁缺 是刘雨宁演 不是 是那个 那个 那个 陈飞宇演的 是那个 陈飞宇演的 但是第一部的 一个剧情 各方面的时候 是真的很好 等到第二部的时候 换成那个 王鹤帝 就换成成平 成平 然后第二部 剧情节奏 各方面的时候 就有点开始跟不上 然后我并不喜欢 其实 其实真的 排开 他男主是 呃 陈飞宇之外 是小太子之外 这江夜 是真的可以看的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 曹晓树啊 这些 曹晓树啊 郭品超 他们这些 那个大师兄啊 二师姐 他们这些啊 还有 呃 桑桑啊 各方面的那种感觉 就是很好 因为它是群像技 并不是说 一直都会讲进去 各方面的时候 哎呀 对 各方面还好 都挺好的 然后等到第二部的时候 就奇奇怪怪的 就不好看 对了 我真的超喜欢 曹晓树 然后我最近 看小说也书荒了 救命啊 救命啊 怎么办 我现在小说也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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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也那个了 也文荒了 怎么办 然后我一拉下来看到 陈情令 我就 我一抬头看到的 反场那张 就是 他一张脸 可以 就 我给你们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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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界面 我给你们看一下 那个界面 要你们跟我分享 大家一起分享 对 你们看 你看就是 就是我 我一上 就 唯一 唯一拉下来 我就看到了 那个 反场的这张脸 你们反 你看反场的这张脸 就他的这张脸 就是 就是这个 这个镜框 他这个 这个镜框就这么大 他那张脸 就已经占了一半 那脸 怎么可以这么长了 怎么可以这么长 丑成这个样子呢 这个比例也是绝的 懂吗 就是反场的这张麻脸 就是甚至 把阿盆 把阿盆寸托的 眉清目秀的 然后这两个一看 也就是 但是一同框了以后 我还就卧龙凤楚 是 就是丑的 卧龙凤楚 对阿 溜了溜了溜了 走了啊 我去冲 冲凉 我们去睡觉了 拜拜 我一会 那个 怎么回放 我就给你们传上去啊 就冲凉的时候 给你们传 回来的时候 就完事了 对阿 现在真的是 什么鬼都断代 真的好凄惨的 我们 啊 听歌也断代 看个电视剧也断代 看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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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和谐片 也 也断代 你们发现没有 真的是 干什么 小说也断代 神秘也降级 走了走了 我 我 感谢观看